緬甸信息部部長為警察鎮壓抗議學生進行辯解 聲稱當局有驅散抗議者的法律義務 並且堅稱這個事件不會影響到緬甸的民主改革進程 在國營媒體緬甸環球新光部刊登這個評論之前 警察星期二在中部城鎮里潑坦以暴力的手段驅散抗議者 當時學生試圖繼續遊行要求修改一項教育改革法案 緬甸環球新光部引述信息部部長葉濤說 當局要求進行和平談判 但抗議學生仍然試圖衝破境界線 此後警察依法驅散抗議者 至少有127人逮捕 警察用頂棍毆打學生